防疫不能松 复工不能等 目前 厦门市湖里区470余家的台子企业已经全面复工 疫情期间 厦门市湖里区委台港澳办公室的党员干部 变身为特派员 深入生产一线 送上暖心政策 同时收集企业难题 帮助解决问题 今天 我们就带各位认识一下其中一位的特派员方旭明 来看看他是如何帮助在下台企复工复产的 企业复工复产省市区有关资料汇编 汇台政策汇编 今天上午 厦门市湖里区委台港澳事务办公室的 四级道言员方旭明就将这些复工宝典 送到了台商陈荣昌的手中 并详细介绍了可适用的政策内容 包括这些社医保的这些减免 包括一些如果说企业一些能力的这些短缺 这个对企业的帮助非常大 陈荣昌告诉记者 工厂在复工前就面临防疫物资短缺的难题 额温枪一支都没有 方旭明了解到情况后 及时向有关部门做了汇报 经多方协调后 最终帮助企业顺利购买到防疫物资 解决了燃眉之急 如果没有这些防疫物资的提供 说实在的我们企业是没有办法 这个按照市政府相关的防疫的需求 能够顺利安全的这些复工 那到今天为止 整个出席的人数大概高达了650人 有90% 与佣华公司一样 许多留下台胞 复工台企最急需的便是防疫物资 在得知狐狸区有一批口罩配额的情况下 方旭明帮助辖区内台河电子 星赫服饰等20余家台资企业 申请防疫口罩13万余个 解决了企业复工的实际困难 疫情当前 方旭明还利用狐狸台胞原地等公众号 为90余家台企建立微信群 通过线上渠道宣传防疫信息 同时还送出300多张通俗易懂 操作直观的企业版防疫知识挂图 帮助企业在复工的同时抓好防疫 疫情一开始尤其是复工之后 大家其实都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也不知道怎么样因应 那政府尤其是台办这边 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温暖 主动提供了很多一些管道 厦门宏泰光学有限公司 主要加工生产 偏光片 眼镜及零配件制造等 公司管理人员反映 由于原材料是需要从国外进口 担心疫情期间难以供应 针对企业反应的问题 方旭明都整理收集记录下来 提出建议 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 从2月10号嘛 狐狸区企业复工复长以来 然后呢我们区里面主要是 采取了这个 签名干部下万家企业 然后呢又采取一起一测 一起这个一登记 这个策略 应该说促进了企业的 这个复工复长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